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他不为人知的秘密 更甚至有人说李嘉诚的发起庄月明之死并非自然死亡 他死后的魂魄甚至还被镇压在香港大学 今天就来跟大家扒一扒庄月明之死 以及香港一些著名建筑群背后的风水问题 那故事一开始实际上是一段非常煽情动人的爱情童话 1928年7月29日朝善市北门街的一个教师之家里 一个小男孩出生了 由于家庭的影响 小男孩从小就非常的尊师重道 受到了非常良好的教育 但是好景不成 在1937年的时候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了 在1939年的时候 小男孩的父亲决定携全家投奔到香港 去投奔自己的七舅 那自己的七舅呢 在当时是香港非常成功的商人 人称香港第一钟表大王 在上个世纪40年代成立了钟南钟表公司 后来发展成为了钟南集团 可是小男孩一家来到香港之后呀 七舅给了一间餐户 作为他们的居所 从此就不愿意多接济了 那没有办法 由于生活所迫 小男孩就只能到舅舅的工厂 那个钟表厂里面去当学徒 但是生活有苦就有甜 舅舅家有一个小表妹 比小男孩小四岁 长得非常的漂亮 聪明伶俐 心地善良 那小表妹呢 从小家庭条件非常的优越 从小上的是最好的学校 吃的是最好的食物 穿的是最好的衣服 可以说是妥妥一个富家小姐 可是小表妹知道了表哥的遭遇之后 非但没有嫌弃她 反而主动帮她改掉潮汕口音 教她粤语和英语 帮她融入当地的生活 那就这样 一来二往 两个小西里面是越靠越近了 在当时两个人的关系 虽然是表兄妹 但是当时近亲恋爱的事情 还是有发生的 有了爱情的滋润之后呢 小男孩就更加努力和上进了 就在她以为好日子就要来着的时候 家中的父亲突然病倒了 父亲得的是肺结核 在当时还属于是不治之症 在临终之前 父亲拉着小男孩的手说道 求人不如求己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任 那从此以后呢 小男孩就把父亲的这句话呀 当成自己人生的治理名言 1950年 22岁的小男孩 用自己这些年打工攒下来的钱 创办了长江塑料厂 表妹也进入了香港大学读书 那创业初期呢 问题总是接踵而至 好在每一次呀 都有表妹在旁边帮着出谋划策 那问题呢 也一个个迎刃而解了 年方18 在当时呀 已经是到了成家的年龄了 那表妹的父母呢 就开始帮她物色一些贵公子 但是表妹都是坚决不肯见 在她心里只有自己的表哥 长江塑料厂的运营稳定之后 小男孩向自己的舅舅提出来 想要娶表妹 可是却遭到了舅舅和舅妈的极力反对 他们认为小男孩不够优秀 而且出身贫寒 配不上自己的宝贝女儿 那舅舅和舅妈为了拆散他们呢 甚至把表妹送到日本去留学 让他们天各一方 那表妹到了日本之后呢 小男孩悲伤之余呢 心中也暗自发誓 说我一定要发愤图强 要闯出一番天地 证明给舅舅和舅妈看 那很快呢 这样一个机会就来了 在1957年的时候 小男孩在阅读一本英文杂志的时候 发现 意大利有一家塑料厂呢 生产一种塑料花 在当时非常的畅销 他随即呢 就赶到意大利去考察 随后在香港呢 也推出了这种塑料花 不出塑料 果然成了热销品 那长江塑料厂的营业额 一下子就冲破了一千多万 小男孩也被人们称为 是香港的塑料大王 他第一时间和远在他乡的表妹 分享了喜讯 那表妹在日本一毕业呢 就赶紧回国了 当时呢 小男孩已经是一个 35岁的老男孩了 表妹也已经31岁了 两个人感情依旧 那终于两个人的爱情呢 就感动了舅舅和舅妈 那舅舅和舅妈就同意了 他们这桩婚事 那到此为止呢 如果是童话故事的话 就肯定迎来了他的happy ending 但是有时候在现实生活中 幸福的结尾 也许是不幸的开始 那故事中的小男孩呢 就是李嘉诚 故事中的表妹呢 就是庄月明 1963年 李嘉诚赤巨子 买下了一栋豪宅 作为婚房 1964年和66年 李泽巨和李泽凯兄弟 俩相继出生 与此同时呢 庄月明也开始在失业上 退居二线 在家中相夫轿子 直到1972年 李嘉诚的长江实业上市 庄月明才重出江湖 出任执行董事 是公司决策城的 核心人物之一 那李嘉诚不少 石破天津的重要商业决策 都离不开庄月明背后的支持 对于李嘉诚来说 庄月明是自己的法妻 是自己在困难时候 对自己不离不弃的爱人 是闲内助 一师一勇 可以说没有庄月明 就没有李嘉诚的今天 在20世纪80年代 李嘉诚的事业如日中天 1989年12月31日除夕夜 他携妻子庄月明 出席在军月酒店 举行的迎新晚会 李嘉诚夫妻二人容光焕发 被当时的媒体称为 是最强尽头的一对伴侣 然而让大家都 意想不到的一点是 第二天在1990年的1月1日 庄月明突发心脏病 在医院抢救无效 对于庄月明的突然离世 媒体是各种猜测 他当时去世的时候 年仅58岁 而且很蹊跷的一点是 庄月明在临去世之前 是在香港去河道 独居的家中 被发现有点异常 才被送往医院的 那为什么庄月明 当时没有在李嘉大宅呢 那李嘉公开的消息 是说庄月明死于心脏病 但是有一些媒体的小道消息 说庄月明当时 是由于服用了大量的药物 换句话说就是死于自杀 虽然说媒体这样的说法 并没有直接的证据 但是无风不起浪 为什么庄月明要自杀呢 有很多媒体猜测说 他在死之前 实际上是患上了抑郁症 香港著名企业家 作家梁凤仪所著的小说 《大家族》 就影射了李嘉诚家族的一些往事 那书中就曾经暗示说 李嘉诚在事业蒸蒸日上之后 身边就围绕着各种的阴阴艳艳艳 那坊间也有传言 在李嘉诚的妻子庄月明去世之前 李嘉诚就曾经与某位港姐 传出过绯闻 甚至还说李嘉诚 花几千万的天价 包养了这位港姐 那庄月明呢 就受不了自己丈夫 在感情上的背叛 那从此呢 就郁郁寡欢 得了抑郁症 但是庄月明呢 也是一再地退让 他跟自己的丈夫说 只要你不把女人带回家来 什么都行 可结果还是让庄月明 撞见李嘉诚 把自己的红颜知己带了回来 从此就彻底崩溃了 那关于这一点呢 李嘉诚从来没有给过 任何正面的回应 但是在2003年7月出版的 一本名为 《神话背后李泽凯》的书中 却透露了一些细节 很值得吃瓜群众好好评委一下 那这本书的作者呢 是香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 书中呢 也刊登出来的一些 李家不为人知的内部照片 还有李家家庭分支的一些细节 以及李泽凯和母亲之间的 一些小故事 很多人都说 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呀 是庄月明的娘家 或者是李泽凯故意放料了 那晚年的庄月明呢 就非常的郁郁寡欢 他每一天都要和自己 远在加拿大的儿子 进行长途电话 那与母亲感情深厚的李泽凯呀 在电话中 就曾经多次劝说母亲 让母亲离开香港 离开那些让他伤心的人和事 那李泽凯回国之后呢 就一直陪母亲居住 每一天早上 他都要看母亲吃完早饭之后呀 才肯去公司办公 在庄月明的去世的当天早上 书中是这样记载的 待他悠悠转醒时 竟然发现 盖在他身上呢 是母亲的晨侣 而母亲呢 他已不在 他到底去了哪里 很多很多年以后 午夜梦回时 他总会自责 如果他听得懂日语 明白母亲跟那位阿姨的说话 一切是否会很不同呢 历史又是否会改写呢 那这段描述呢 也暗示了庄月明 很有可能是 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除了这本书之外呢 庄月明去世之后 李泽凯和自己父亲的 关系的转变呢 也非常的耐人寻味 那李泽凯在母亲去世之后 没多久就从家中搬了出来 借口是自己上班不太方便 那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 李泽凯是宁可住酒店 都不愿意回家住 虽然说李嘉诚曾经放话说 绝对不再去 而如今年过九十的胎 也守入了这个诺言 再去的可能性也非常低了 但是在庄月明去世之后的两年 李嘉诚就遇到了 比自己小32岁的 红年之己周凯璇 两个人一度被记者 拍到实质紧扣 就像老夫少妻一样 相交甚欢 而周凯璇和之前那些 阴阴厌厌可有所不同 周凯璇他不仅仅是周凯璇基金的创始人 甚至还是李嘉诚基金的董事 2006年他曾经被华尔街日报评为 年度亚洲商界女性十强之一 那这几年李嘉诚能够着重发展科技行业 也离不开周凯璇背后的出谋划策 在2007年的时候 周凯璇说服李嘉诚 向当时毫不盈利的Facebook 投资了6千万美金 那在Facebook上市之后呢 这6千万美金 为他们带来了10亿美金的收益 可以说周凯璇当时的高瞻原主 绝不顺色于当年的庄月明 发期去世之后 没几年李嘉诚就在香港大学里面 投资建造了庄月明文娱中心 庄月明物理楼和庄月明化学楼 合称庄月明楼群 以此来纪念王妻 那本来是一桩美坛 可这事怎么在这几年 就越传越邪乎了呢 那庄月明楼群中的庄月明文娱中心 要比其他两栋楼更为有名一些 原因就是这栋楼的外观 以及风水上的一些巧合 整栋楼的外观从上空俯瞰 很像一个巨大的棺材 房顶的玻璃上则雕刻着一些 很特别的图案 看起来像是铜钱 玻璃上的三个铜钱的图案 串联起来就好像一把金钱剑 金钱剑在风水上是法师 对于抓鬼降魔的法器 有驱邪必煞的作用 如果没有阴灵或者灵力事件的话 根本就没有必要去摆这样一把金钱剑 有时候你这样多余的摆一把剑 甚至还会适得其法 那走进庄月明文娱中心 这里面的一些装潢也是非常的奇特 首先他的电梯只声不叫 五层的电梯不能直接下楼 必须要走几个台阶 搭乘其他的升降机才行 那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人来说 这可以说就是一场灾难 可是有传闻说 庄月明在去世之前 就是用轮椅代步的行动 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就有一些有心之人指出 会不会是李嘉诚故意 要把庄月明的灵魂困在楼上 而楼里人形楼梯的扶手 全部都是用非常粗壮的柳木打造的 而柳木是非常有名的棺木 用柳木所做成的棺材 几百年都不会腐烂 而楼里面的每一个女厕所里 都有一面全身的镜子 方便与女生梳妆打扮 那庄月明在去世之前 就非常喜欢的照镜子 楼前有三股喷泉 经久不衰 有人说看起来就像是三柱香 永远青烟鸟鸟 那这种种巧合也让人不禁毛骨悚然 有一些人就说 这李嘉诚是想把自己法器的魂魄困在楼里 让庄月明的魂魄继续来望李嘉 还有一些人说 李嘉诚虽然富甲一方 但是晚年之后实际上是非常孤单的 他想把自己法器的魂魄 暂时的留在楼里 等他百年之后携手共进退 当然了还有一部分人说 这只是一种巧合 那这到底是不是巧合呢 咱们都知道对于香港人来说 风水已经是一种 渗透到骨子里的文化了 它也是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元素 那香港最有名气的一次风水大战 莫过于汇丰银行和中银大厦的斗法 有很多毒性风水的人都说 香港中华之所以如此发达 全靠维多利亚湾的这个聚宝喷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来 香港岛的水流从珠江流下来 进入维多利亚港 再经过关塘蓄水口 进入鲤鱼门 最后还有个东荣州挡路 让它不那么快的流走 那积水进大口入 环水流小口出 就是风水上的至上格局 九驱来水 再看维多利亚港的南北两岸 尖沙嘴是突出的地形 中环则是下凹的地形 两块地形完美拼接 那这个格局呢 就被称作是银送合局 也是风水中的大吉 那除了九驱来水和银送合局之外呢 尖沙嘴在地形上呢 还形成了最强三煞 就是这股煞气冲旺了整个中环 风水上有一句俗语说 想要发斗三煞 汇丰银行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以尖沙嘴的这三煞位 正面交锋的位置 那面对这么强的煞气 汇丰银行就要怎么斗法呢 首先呢 汇丰银行买下了楼前面的 很大一块地皮 种下了大量的植被 那这就是今天香港 非常著名的皇后像广场 煞气在经过公园的缓冲区之后呢 来到银行的门前 那这还是远远不够的 银行门前有两只镇守的雄狮 史蒂芬和施笛 除此之外 汇丰银行将数千平方米的 一楼完全隔空 连门都不放 汇丰银行的一楼大厅 除了两个手扶梯以外 是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因为尖沙嘴的直冲煞气 实际上是来自于地形的三角形 所以这股煞气 是贴着地面而过的 那汇丰银行的一楼是镂空的 这股煞气就从一楼穿过 完美避开 那避开了这股煞气之后 接下来要考虑的事情 就是怎么样 吸收少量的煞气来聚裁了 咱们刚才提到 一楼有两个手扶梯 那这两个手扶梯 就是点睛之笔 再加上一楼所谓的天顶 实际上就是透明的玻璃 地面穿过的煞气 能够通过玻璃 透上去一点点 就是这一点点的煞气 就可以让整个汇丰银行 在香港的金融界 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汇丰银行的 这个风水宝地的格局 在1982年的时候 被中国银行给打破了 那中国银行呢 在汇丰银行旁边呢 建起了当时亚洲的第一高楼 但是这个中行建筑的外形呢 就有如一柄钢刀直冲云天 其中的一把刀刃呢 就指向汇丰银行 那这下可好了 1990年中行大厦建成之后 这汇丰银行的股价 就一路下跌 当年的业绩也是非常的差 那这可怎么办呢 没关系 汇丰银行也有大招 那第二年的汇丰银行 居然在楼顶架起来了 两门长达17米的大钢炮 直对中国银行 那这种刀炮对战呢 至今也被香港人津津乐道 可见他们香港人 是有多么的笃性风水 那事情呢到这还没完 几年之后呢 李嘉诚李首富呀 他拿到了汇丰银行 和中行中间的一块地 那这刀和炮中间 那不就成了妥妥的炮灰了吗 怎么办呢 在经过了多方风水的建议之后 李首富的长江实业大厦 被设计成了四面环顿 而且外部全部都采用了防弹玻璃 虽然建筑看起来不太美观 但是外观呢 密不透风 如同堡垒 成功抵御了中银的刀 和汇丰的炮 那香港中环的风水大战说完了 那咱们再回到故事的开头 这庄业名楼 到底是不是李嘉诚 有新设计的呢 首先咱们要知道一点 就是庄业名楼呀 实际上根本就不是 庄业名正二八顶的墓地 它正二八顶的墓地呢 位于香港柴湾墓地 曾经在2006年的时候被盗位随过 那如果李嘉诚真的想要 用法系的亡魂 想要搞点事情的话 那他肯定首先要折腾 正二八顶买骨的地方才对呀 另外呢 在风水上有一项 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则 那就是被很多风水师 奉为经典的藏书中的一项 藏书上说 人兽体育父母 本还得气 遗体兽蒙 就是说呀 如果有人想要通过自己祖先 或者是亲戚的墓地 来望整个家族的话 那要做的事情啊 就是找一块风水宝地 把自己的亲戚葬在那里 让这些风水呢 去滋养自己的亲人 只有这样家族 才会越来越心慌 如果说李嘉诚 真的是想要利用风水 来搞点事情的话 他不可能这点 风水的基本原则都不懂 那最后呢 我想用一则风水上的小故事 来结束今天这期视频 就是说呀 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富商 他买了一块地 给自己建了一个别墅 那这个别墅后面呢 有一片栗芝树林 当初他买下这块地啊 也是因为自己的太太 非常喜欢吃荔枝 那在这个别墅的建造期间啊 他就去找了一个 非常有名的风水先生 来给他看看 自己别墅的这块地 到底风水好不好 那这一天中午呢 他就接上这风水先生 吃了饭之后呢 就开车往自己的别墅走 那在这一路上啊 如果有人在后面 要超车呀 那这位富商呢 都是一个个都避开了 那这个时候 这个风水先生 就跟了富商说 您开车技术还挺稳的 那这富商就说了 说要超车的 肯定都是有急事的 我可不想当怒他们 那等到了别墅之后呢 富商刚刚想拿钥匙开门 他后院突然就飞起了 七八只鸟 见状富商就停在门口 跟风水先生说 麻烦但是稍微等一会儿吧 那这个时候 风水大师就非常不解地 问到说怎么了 出了什么事吗 那这个时候 这富商解释到说 经常有一些小孩子 去我家后院偷荔枝 这回肯定又是有小孩子 在荔枝树上偷荔枝呢 我们如果现在贸然进去 小孩子从树上摔下来 就不好了吧 我们先在这站一会儿 等他们偷一会儿 咱们再进去 那这个时候 风水先生就沉默了一会儿 跟这个富商说 房子不用看了 风水也不用看了 你送我回去吧 那这回就轮到 这个富商就不解了 他问怎么了 先生 那风水先生说 有你在的地方 都是风水宝地 所以说 不管是风水 还是五行 人自己的行为 才是滋养自己运势 最关键的因素 善之制服随行 那最后呢 是一个小通知 这期的会员节目呢 是来跟大家讲述 荆州杀手 相当于美国版的 白银杀人案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准时收看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吴宽小动托邦 中国古代儒世道 各家学说 都讲究天人合一的思想 所谓仰观天象 俯察地理 中参人和 而这种思想 随着进一步的发展 演变成为了 古代风水秘术 也称堪鱼术 或者是乡地之术 它主要用于 修墓和建宅之中 风水术认为 万事万物 都处在一个 天地相应的系统之中 如果能够通过 改变环境 建立起人与宇宙的 沟通桥梁 就能够获得 更大的元气 或者是能量 人因此也会变得兴旺 尽管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风水术在现代社会 已经逐渐没落了 但是我们常常还是会听到什么 左青龙右白虎 上朱却下全武 或者是坐北朝南 风水宝地 白虎抬头 家宅不宁之类的话 这些实际上 都是风水的范畴 在所有的中国古建筑中 北京故宫绝对称得上 是华夏史上 最牛的风水格局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 这座屹立了600多年的古建筑 以及它背后的风水秘密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北京故宫 也就是紫禁城 是清明两朝24位皇帝的居所 始建于明城族永乐四年 也就是公元1406年 耗时14年 于公元1420年落成 位于北京中轴县的中心 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 是世界上现存的规模 最大的宫殿型建筑 神圣而庄严是皇权的象征 在故宫中所发生的历史事件 都有非常详细的记载 但唯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 这座宏伟宫殿的建筑资料 却是寥寥无几 以至于它的设计者究竟是谁 至今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 大部分人认为 故宫的总设计师 是明朝时期杰出的工匠宽祥 元朝覆灭之后 旧藩北平的燕王朱棣 依托元皇宫的基础 改建了原有的建筑群 修建了燕王府 1402年 朱棣从侄子朱允文手中 拿下了大明江山 成为了明朝的第三位皇帝 当时明朝的皇宫 还在今天的南京 朱允文一把火 把皇宫烧了个大半 从此销声匿迹 生死不明的朱允文 成为了朱棣的一块心病 再加上刚登基的时候 朝堂上还有一些 坚决拥护朱允文的臣子 南京的气候也很潮湿 就导致朱棣夜不能寐 十分怀念北平的日子 于是在1406年 朱棣就召集了一群臣子 商议迁都北平 负责的官员们 开始走访全国各地 寻找名贵的石台和木料 传说在当时有 快鲁般之称的 著名工匠快祥 成为了北平新都的设计师 快祥十分有天赋 建造阁楼庭院的时候 只要稍稍计算 就能够快速的设计出图纸 精准无误 规划中的新皇宫 不但要兼具气势雄伟和实用性 还要结合风水学 阴阳五行学 以及星象学 来保佑国运的昌盛 在修建初期 所要考虑的第一件事 就是如何镇压 元朝残存的龙器 朱棣派人彻底销毁了燕王府 元朝的旧建筑也随之烟消云散 毁掉了地面建筑之后 工匠们接着刨掉了 元朝皇宫的地基 重新做了一遍夯土地基 然后人工回田 后来崛起的新皇宫 也就是紫禁城 整体覆盖在元朝的皇宫之上 1420年 耗时十几年 投入上百万名人力的紫禁城 终于落成 1421年正月初一 永乐千都完成 紫禁城这个名字的由来 也是有讲究的 古人以北极星为中心 将星空分为了三个部分 分别是紫微圆 太微圆和天使圆 位于星空正中心的部分就是紫微圆 由紫微星也就是北极星所统设 相传这里是天地的居所 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东西两侧 由15颗星两宫相合环抱成墙 西侧圆墙由8颗星组成 东侧圆墙由7颗星组成 圆墙象征着天地皇宫的宫墙 所以组成圆墙的每颗星 都是用官名来命名的 除此之外 太微圆和天使圆分别象征着 效忠天地的臣子 和天地所统设的疆土以及百姓 自秦汉时期开始 古代的皇宫就模仿天地所居的紫微圆 将其称之为子宫 因为皇宫是属于禁地 平常老百姓没有特殊原因是不能进入的 所以也称为禁城 子宫加禁城就是紫禁城名字的由来 皇宫的建造和选址 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是否形成圆局 圆局有两层意思 一是指天上的星象 二是指符合天上星象的风水地貌 紫微圆局不管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下 都是至高无上的象征 古人通过观察山川草木河流的走向 找到天上紫微星园投射在地面的能量场 认为那里是龙脉结穴的地方 说白了就是龙穴 也是能量场最符合自然频率的地方 风水学上紫微圆局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就是四周高山形成天然的屏障 这种高山屏障就有如紫微星园东西两侧的圆墙 中国古代四大古都中的西安洛阳和北京 四周都有高山拱位形成圆局 唯独南京属于丘陵地带 山不高且中间有断层 不成圆局 因此定都南京的王朝 劫难多而短命 我们在之前摩金系列的视频中提到 中华龙脉始自昆仑山延绵之各地 其中有北龙 中龙 南龙三条干龙龙脉 而最长的就属北干龙 北京城正是位于北干龙龙脉之上 龙脉起自昆仑山 而古人认为昆仑山连接天上的元气 就似气上通天 那么故宫就有了天上的元气 有龙脉就一定要找到龙穴 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 北京城的龙穴就在紫禁城之中 可是紫禁城那么大 龙穴究竟在哪里呢 很多人可能会猜想 一定在紫禁城最宏伟的大殿 太和殿之下 但事实并非如此 紫禁城整体可以被划分为 前朝和后寝 前朝位于南方 是皇帝办公的地方 视为阳 后寝位于北方 是皇帝和妃嫔们休息的地方 视为阴 如果把紫禁城的布局 和紫卫 太卫 天势 新元 相对应的话 前朝办公的区域 就应该是太卫 象征着大臣们 皇帝旧寝的地方 自然是紫卫 其后方就象征着天势 那么龙穴就应该在紫卫 也就是皇帝所居住的区域 众所周知 前清宫是皇帝的寝宫 那么龙穴是不是在前清宫呢 还不是 在前清宫和昆宁宫之间 有一座后来修建的 不起眼的宫殿 焦太殿 它就坐落在龙穴之上 而这座宫殿 是明嘉靖皇帝所修建的 嘉靖皇帝痴迷于修道 自然对风水之术 也非常的感兴趣 而焦太殿所在的位置 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易经那期视频中 我们提到说 阴阳八卦中的 前卦属于吉阳 昆卦属于吉阴 前清宫是前 属阳 昆宁宫是昆 属阴 他们中间的焦太殿 正是位于阴阳焦河之处 予以前昆焦而天地态 地后焦而夫妻态 如此以来 上下风化相通 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 说完了紫禁城的玄指讲究 龙脉龙穴的所在位置 下面我们就来聊聊 紫禁城的风水格局 紫禁城整体坐落在 一个阴阳冲合的环境当中 大部分人可能都知道 紫禁城有一条 南北方向的中轴线 这条中轴线背后 也隐藏着很深的玄机 这点我们稍后再说 而事实上 紫禁城东西方向 也有一条分界线 那就是龙宗门 与景运门的连线 穿过前清门广场 这条分界线 被称为是龙景线 刚才我们提到 前清宫以北 是皇帝的寝宫和后宫属阴 前清宫以南 是皇帝的办公区属阳 那么龙景线 就将紫禁城 按南北方向 划分成了阴阳两个部分 再看中轴线 以西的建筑 像是五楼 五音殿 千秋亭 玄武门等等 属阴 中轴线以东的建筑 像是文楼 文华殿 万春亭 崇文门等等 属阳 如此一来 紫禁城按东西方向 又分出来了一对阴阳 在《易经》那期视频中 我们提到 太极生两仪 即阴和阳 阳用一条长横杠来表示 阴用两条短横杠来表示 阴与阳两两结合 两仪就生出了四项 形成了太阳 少阴 少阳 太阴 四项与两仪再次组合 就形成了八卦 对应的是天 地 风 火 山 则 水 雷 这八种自然界的基本事物 龙景线与中轴线相交 就将紫禁城分为了 南北阴阳两极 和东西阴阳两极 也就是四项的格局 四项的外围 由天地 日月 四坛镇守 与紫禁城的四大角楼相结合 衍生出八卦 紫禁城外围的筒子河 将这阴阳八卦之气 聚集在四四方方的格局之上 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小周天世界 历史上很多大城市的外围 都修建有护城河 筒子河一方面起到了 金城汤池深沟高里的作用 另一方面还满足了 风水学上的藏风聚气的诉求 也就是风水学上的那句老话 气成风则散 欲水则止 除此之外 紫禁城的风水格局上 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那就是万岁山和金水河 明城祖朱棣在修建紫禁城时 利用元皇宫旧地基 和新挖出的桶子和泥土 以及建筑废料 在紫禁城的后方 雷起了一座人造山 取名万岁山 也就是今天的景山 万岁山南北狭窄 东西修长 就像是一面屏风 守护着前方的紫禁城 盖房子时 风水学上都讲究 前有明堂 后有靠山 古人云北风穿堂 家破人亡 万岁山为紫禁城 挡住了北风的侵袭 其巅峰又正对着 皇宫的中轴线 守卫着龙穴 让皇子得以延绵不绝 另外万岁山下面 就是以前元朝皇帝的 寝宫延春阁 明城祖朱棣 用一座废料山丘 压在前朝皇帝的床榻之上 也起到了镇压的作用 除此之外 万岁山与天寿山龙脉 遥相呼应 天寿山前面 是一片广阔的平原 无山可用 那么人工累起的万岁山 就成为了平地上的龙脊 是天寿山龙脉 潜入地中所特起的集气 与天寿山相连 起到了气上通天的作用 所以万岁山的落成 可谓是一举三得神来之笔 有了山自然少不了水 郭普的藏书中说到 风水之法 得水为上 藏风次之 水是风水学生的 第一重要元素 明朝人设计紫禁城的时候 将一条金水河 从万岁山西北方向引来 蜿蜒向南 过东华门最后归入护城河 建筑学上金水河起到了 防火防烙 调节紫禁城气温的作用 风水学上 万岁山和金水河 环抱着紫禁城 达到了风水上的山水交融 阴阳相合的效果 另外金水河 从太河门和武门之间穿过 横在了外来者 进入紫禁城的必经之路上 起到了化煞 挡煞的作用 古人认为阴阳是万物之质 有了阴阳 万物就有了灵魂 此后就出现了金木水火土五大物质元素 而紫禁城也是由着五大元素所组成的 从方位角度来看 紫禁城分为东西南北中 最北边是神武门 原名玄武门 清代康熙皇帝的时候 因为玄字与康熙皇帝的名字 玄叶撞了车 从此就将玄武门改成了神武门 一直沿用至今 在古代神话中 北方代表水 水的颜色为玄色 也就是黑色 所以在玄武门内有两座建筑 也就是东大房和西大房 他们的房顶都是黑色的 紫禁城最南边的城门是五门 南方属于火 所以五门的建筑 主要以红色系的暖色为主 西方属于金 金能生水 所以紫禁城的西方 以金水河为代表 东方属墓 以明朝时期的太子宫文华殿为代表 墓是五行之始 象征着生机 明朝时期的太子宫文华殿 用的就是绿瓦 代表着太子年轻气盛 如春之木生计勃勃 紫禁城中央的位置属土 土是统治天下王权的象征 所以紫禁城前朝三大殿 太和殿 中和殿和保和殿 形成了一个土字形的地基 阴阳八卦五行风水 星宿天象 这些元素在紫禁城的风水设计中 可以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这还没完 紫禁城的风水格局中 还隐藏着另外一个未解之谜 那就是那条暗藏玄机的中轴线 周里约为王建国 辩方正位以为民级 也就是说自古以来 国都的位置都要正 也就是那条中轴线要正 所谓正传统意义上来讲 就是中轴线应该与所在地的 地球南北四季紫五线相平行 可是在2004年 一件诡异的事发生了 人们在航拍北京的时候发现 紫禁城的中轴线 竟然与紫五线偏移了两度十分 如果将元皇宫也算上的话 从元朝到清朝 一共有33位皇帝 在元皇宫和紫禁城内办公 难道说这几百年来 他们的屁股都坐歪了吗 可是不应该啊 自唐朝时期开始 人们就能够比较准确地 测量紫五线了 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 这个偏移角度是有意而为之 事实上这跟风水学上的神秘分金术有关 这是一个分金罗盘 一共有24山巷 每山巷宽度15度 古人将24山巷 每山再细化分为五个格子 称为分金 每个小格子实际上就是一个分金 每个分金的宽度是三度 如此一来 每山封五金 24山共分120金 这也是如今比较常见的120龙分金法 紫金城坐北朝南 紫五线是0到180度线 向西偏移三度的话 将落在丙子丙五线上 也就是177到357度连线 大家可能会问了 为什么五道分金线只标注两道 其余三道都不加标注呢 原因是古人认为 每山的五个分金气脉不同 分为望向孤须空往五大气脉 其中只有望向分金线为极线 所以凶线不予以标注 很显然紫禁城的分金线 就落在了丙子丙五极线上 这种分金方法极讲究精细 所谓分金差一线 富贵不相见 而丙子丙五分金线 也巧妙地避开了地球南北两界的强大磁场 又落在了极线上 在风水学上可谓是完美的 说到这儿 不禁感慨古代风水大师的高深智慧 最后呢 咱们再来聊聊紫禁城三大宫殿中的镇宅灵符 太和殿作为紫禁城前朝最大的宫殿 是古代皇帝举行重大仪式 和接见外国使臣的地方 2004年6月 距离上一次太和殿的修建 已经过去310年了 故宫博物院决定对它进行全面的整修 而这一次的整修过程中 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太和殿中心位置的屋顶上 有一个镶嵌着盘龙的藻井 当修缮人员进入了藻井上方的屋顶内部时 发现了一个镇宅灵符 灵符与太和殿的帝王宝座上下呼应 符板宽约23厘米 高约37.5厘米 为梨木制作而成 前面还有香炉 竹台 灵芝等供器 可是在紫禁城最宏伟的宫殿中 为什么要放置这样一块符板呢 到底是为了镇压什么呢 我们把时间推回到清雍正七年 也就是1729年 这一年冬天 雍正皇帝得了一场大病 反反复复久治不遇 直到第二年六月甚至一度病危 连身后室都安排好了 此时身边的晋臣向雍正 推荐了一名道士贾施芳 让他进宫为雍正皇帝治病 贾施芳进宫之后 这活干的是非常漂亮 不到一个月的功夫 雍正的病情就有所好转了 可是又过了一个月 贾施芳竟然被雍正给处死了 原因是雍正认为 贾施芳的秘咒之法 按摩之术确实有奇效 但是贾施芳也利用自己高超的医术 似乎在任意控制雍正的病情 想让病情好转的时候就好转 想让他恶化的时候就恶化 那雍正身为堂堂天子 岂能任人摆布 于是就下令处死了贾施芳 但是雍正并没有因此 失去对道士的信任 很快大臣们又为他找来了 另外一名道家方士 此人名为楼敬坦 楼敬坦主张炼丹 进宫后小心翼翼的 侍奉雍正皇帝深得雍正的赏识 雍正九年1731年8月12日 楼敬坦在紫禁城摄坦拜斗 用符水驱邪 还在太和殿前清宫和养心殿的屋脊之中 分别安放了镇殿陵符 为的是镇宅辟邪保平安 而这些符版的内容大致相同 正面从上到下分为四层 前三层是属于佛教的内容 分别是汉传佛教的经文 佛教与道教融合的方位神的名号 藏传佛教的咒语 而第四层是道教的玄机八卦 这样的符版被称为是太上秘法镇宅灵符 又称为太上老君72道镇宅灵符 此符融合了道教和佛教两方面的神力 也与雍正如是道三教同源的相法相吻合 神奇的是镇宅灵符安放之后 雍正的病情就真的好转了 这也让他从此对符咒方术深信不疑 也开始服用一些丹药 和其他皇帝一样追求长生不老 根据清宫内务府档案记载 雍正皇帝丹炉一开 几年下来烧炼之火便再也没有灭过 五年期间雍正曾下指向圆明园 运送炼丹所需材料157次 共计黑莓192吨 木炭42吨 把山清水秀的圆明园烧的是屋檐涨气 公元1735年10月7日 本来健康的雍正皇帝突然得病 一晚上的功夫就已经奄奄一息了 第二天雍正便在圆明园 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雍正的突然暴毙 在后世也引起了很多猜测 其中的一种猜测就是服用丹药中毒之说 至此紫禁城的风水格局 大致就跟大家介绍完了 中国古代建筑最精彩的地方 就在于它融入了天地山川与宇宙护盛 反映了建筑主任宏大的精神面貌 很多风水上看似玄幻的法则 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是可以找到依据的 比如说古人所说的床朝南北观像东西 床顺着南北的方向摆放 那么主人就能够神清气闯 异寿延年 其实我们仔细想一下 地球的磁极就是南北方向 人体血液循环系统中 主动脉和大静脉 与人头脚的方向是一致的 当人的睡相 血液走向 和地理南北磁场的方向 三者一致的时候 就会更加容易入睡 睡眠质量自然也会更高 也就有了预防疾病保健的作用 近代社会以前 小到山村衙门 大到省会国都 都是按照风水法则所修建的 老一辈人家长在给孩子取名字的时候 都要讲究五行相克的法则 我还记得我父母跟我说过一个故事 说我刚刚出生之后 我爸就找了一个 起名的先生给我算了一挂 说我五行缺水 于是就在我名字最后一个字 加了一个三点水的偏旁 那我的命格是不是真的 由此而变得更加顺当了就不得而知了 但风水呢 绝对不是一门雾虚的学问 风水师们往往踏遍山川河流 其中的干苦可能也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只可惜这门融合了中国古代文化 阴阳学建筑学甚至是星象学的学问 在历史的变迁中已经逐渐沦为绝学了 那紫禁城的风水故事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下期节目呢 会跟大家聊聊当今社会所发生的几件 震惊全国的离奇风水事件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巫 欢迎回到东托邦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之一 也是风水的指导思想 古人认为人与自然是不可以分割的整体 要按照天道运行的方式生活 才最有利于人类的健康和发展 关于风水我们已经做过好几期节目了 最早的风水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 福西德和图洛书推演八卦 是阴阳五行的起源 后来到了东晋时期 郭普首先提出了风水一词 到了隋唐时期 随着中华风水之术的广泛流传 也逐渐影响到了周边的各个国家 就比如说韩国和日本 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 风水思想与两国的地理特点 风土人情以及宗教文化逐渐结合 经过了岁月的沉淀 就发展成为了日韩两国独有的风水文化 中国虽然是风水的发源之地 可是近代风水之学 因为战争以及一些其他的原因 很多著名的典籍被损毁 差点失去了传承 所谓胡落平洋被犬骑 在近现代史上 中国与日本曾经爆发了多次风水大战 今天就来聊聊其中最玄幻的发生在上海陆家嘴的中日风水大战 故事正式开始之前 先要介绍一下日本的风水学 南北朝时期的南浮渔国高僧观乐 携带中原典籍东渡到日本 让中国的阴阳学说和奇门遁甲之处飘洋过海 在日本生根发芽 随后在日本形成了两个重要的流派 日本正统的阴阳家 以及九菊一派 也称九菊一流 九菊一派分为两个分支 其中一支主修奇门遁甲之术 第二支主修的是星象堪鱼 也就是风水之术 他们以圣洁的八瓣菊花为灰印 有人可能会问了 既然是八瓣菊花 为什么要称为九菊一派呢 相传九菊一派中 有一些心怀不轨的人极其阴毒 他们可以驱使邪术 使用九种不同的毒粉来滋养菊花 让菊花在寒冬也能盛开 此时的菊花不但有剧毒 而且还是修炼艺术的必要之物 九菊一派中高手层出不穷 而且各个形势极为隐秘 行踪飘忽不定 外人很少知晓 1990年 香港曾经上映过一部电影 驱魔警察 其中就提到了日本风水的九菊一派 时间来到了90年代末21世纪初 相传上海陆家嘴的这场风水大战中 日方背后的神秘推手 就是这个九菊一派 在我们之前的视频中曾经提到过 中华龙脉始于昆仑 延绵到各地 分为干龙之龙和夜龙 覆盖华夏大地的干龙有三条 第一条北龙也就是更龙发脉 西起昆仑山 向北延伸 经过麒连山 赫兰山 殷山 之后转向大兴安岭山脉 与长白山脉 主要覆盖新疆山西和东北三省 第二条中龙也就是镇龙发脉 主要覆盖四川中原地区 黄河以南和长江以北 第三条南龙也就是驯龙发脉 覆盖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 上海就是位于这条南龙龙脉的龙头土气之地 在中国的山脉水系中 山脉为山龙 江河为水龙 山龙主贵贱 水龙主贫富 北京位于山龙聚首之地 也因此呈现了欢贵之气 上海位于长江水龙土气之地 所以呈现了财富之气 黄浦江作为上海汇入东海之前的最后一条支流 贯穿上海市区 将上海分割成了浦西和浦东 因此黄浦江也被称为是长江的一条支龙龙脉 这条黄浦江龙脉称九区来水之势 而上海陆家嘴就位于九区来水中最得势的一区 除此之外 黄浦江江水还形成了一个椭圆形 紧紧地环抱着上海 这样的地形在风水上被称为是玉带揽腰 就像是古代高级官员的腰带 腰带中央镶了一块美玉 也就是玉腰带 玉带揽腰的风水格局与楼宇友情相绕 居住在那里的人非富即贵 财运亨通 在整个中华大地上像这样天然形成 如此漂亮的玉腰带格局也没有几处 而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陆家嘴这块风水宝地上 1995年 日本三大厦诸室会社有意要在上海陆家嘴 新建一座亚洲第一高楼 这栋摩天大楼便是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大楼于1997年开始施工 原计划建造460米 地上有94层 计划花费将在12亿美金 也就是80多亿人民币以上 后来因为20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 工程一度停工了6年 于2003年重新开工 复工后因为其原本的设计高度 已经被其他摩天大楼的建筑计划所超越 日方又对大厦的设计进行了改建 比原来增加了7层 地上达到了101层 总高度达到了492米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于2007年9月14日封顶 2008年8月28日竣工开幕 竣工当时是中国大陆第一高楼 有人可能会问了 你一个日本公司赤资十几亿美金 在中国建一栋亚洲第一高楼 你这图什么呀 几个意思呀 事实上从1995年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最初设计开始 关于它的留言和猜测 就从来都没有间断过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最初公开的设计图纸 是长这个样子的 很多人一看这个外观设计 就不淡定了 这不就是活脱脱的两把日本军刀 拖着一轮太阳吗 这样的造型在国内 很快就引起了渲染大波 一些风水师将其称之为双刀拖日 属于形态风水的一种 也就是用建筑的外形 来呼应某种事物 不出所料 环球金融中心最初的设计方案 激起了极大的民愤 后来亚洲金融危机过后 日方实在是顶不住舆论的压力 修改了设计图纸 将大楼顶端的圆形空洞 更改成了倒梯字形 可这样的改动 并没能缓解形态风水上的瑕疵 当日照当空时 通过倒梯字形 可以看到一轮耀眼的太阳 双刀拖日的造型 立马就变成了两把日本军刀 拖着一面日本国旗 不过直到那个时候 中国的风水大师们 还是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原因是形态风水 在不改变周围气场的情况下 对于风水局的作用是非常小的 当时中国的各大风水师们 心中还暗自窃喜心想 你们搞了半天 就这点三脚猫的功夫 根本不足为惧 可是直到2007年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快竣工时 所有的人都傻眼了 中国的风水大师们 这才意识到坏了 什么双刀拖日 什么形态风水 这些都不过是日本风水师们放出来的一个障眼法而已 真正的大招 阴招是憋在后面了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这两把日本军刀的刀刃 并非向内而是向外 同时利用大厦左右两侧的四个光滑平面 汇聚成强大的气流 这样大厦就形成了两把极具煞气的钢刀 亚洲最高楼所形成的钢刀煞气可就不是形态风水的范畴了 它已经影响甚至搅乱了周围所有的气场 那么这两把钢刀究竟是要砍哪呢 当时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旁边最高的建筑要属金帽大厦了 它楼高420米比环球金融中心矮了72米 可是钢刀的刀刃也没有对准金帽大厦呀 难道是要砍周围的一些小楼吗 不可能呀 这也犯不上呀 其实从卫星地图上答案一目了然 钢刀的刀刃要砍的是黄浦江的龙脉 也就是环抱着陆家者的玉腰带 黄浦江与长江汇合之后 源源不断的流向大海 向周围缓慢的散发着流动的气场 普通大厦的煞气是无法伤害到龙脉的气场的 可是492米高的亚洲第一大楼就另当别论了 它所形成的钢刀煞气 在每天日出东方之时 都会给黄浦江龙脉带来致命的一刀 在风水上形成一件封喉之势 属杀阵来大忌 长此以往龙脉不可能不受损 另外 楚东又是上海的渔腹之地 钢刀从渔腹部穿过 杜破而渔亡 这种寓意极其不吉利 事实上 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刚刚竣工的那一年 又刚好爆发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钢刀斩腰杀 让上海的经济更加雪上加霜 不过刀已经埋下了 而且还是日方斥资建造 不可能说拆就拆的 只能作局化解 下面就刚才我方的风水大师登场了 由于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在商界和民间曾经引起过巨大的争议 各路风水大师曾经提出了多种方案进行化解 有人说可以在环球金融中心周围 修建一个巨大的环形水池 然后在水池边上雕刻荷花作为装饰 寓意的是环球金融中心 就像是金融月水中花或者是荷塘月色 不管是金融月还是水中花 在中国传统文化上表示的都是虚假幻境徒劳一场 另外环球金融中心的钢刀属金 在其周围涉水 以水的柔性缠绕住金的钢性 表示的是以柔克钢 还有人建议说 可以在上海人民广场修建一座巨大的后裔涉日的雕像 箭头直指环球金融中心最顶端的倒梯形空洞 让后裔直接把双刀托日给射下来 不过这些都仍然停留在形态风水的范畴 知标不知本 最终有关部门决定 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旁边 再建另外一座直耸云霄的摩天大楼 给予其正面回应 而这就是后来的上海中心大厦 中心大厦的建造地点就在环球金融中心旁边 陆家嘴最后那一块预留的超高层建筑空地上 也是1993年制定的 上海陆家嘴中心区域规划设计方案中的Z32块地 据说当年有很多外资企业 想要出比地价高几倍的价格拿下那块地 但是上海的有关部门都坚决的说了不 原因是那是陆家嘴金融区域最后一块建摩天大楼的规划用地了 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2006年9月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全面开工的第二年 上海有关部门正式启动了上海中心大厦建造项目的招标活动 2008年在经济环境最不好的时候 上海中心大厦开工了 经过了近8年的施工于2016年落成 上海中心大厦总高为632米 地上119层 5层群楼和5层地下室 比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足足高出了140米 民间流传上海中心大厦就是为了镇压环球金融中心的钢刀煞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上海金融中心呈现出直耸云霄的螺旋状 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外号叫做打蛋机 但是在施工之前 在中心大厦外观设计上 各界人士可以说是下足了功夫的 最初相关部门向19家国内外知名的建筑设计公司征集设计方案 在第一轮评选之后入围的有4家公司 分别是英国Foster建筑事务所的擎天剑造型 美国SOM建筑设计事务所的狼牙棍造型 同济大学设计研究院的钢铁盾牌造型 以及美国Gantler建筑设计事务所的龙形旋风式造型 擎天剑和狼牙棍的造型显然是属于以毒攻毒 比环球金融中心还高出140米的这把巨型武器 毫无疑问轻轻松松就能把日本钢刀给怼残 但同时也会殃及周围建筑的气场 再加上虽然环球金融中心是日方投资所建 但是里面入驻的企业大部分还是中国自己的 这样商敌1000资损800的路数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同济大学的钢铁盾牌造型行不行得通呢 乍看之下这样的造型是属于防守的姿态 可是钢铁盾牌虽然是挡住了日本钢刀 对黄浦江龙外的致命一击 但是高达600多米的亭天大楼 四面城90度角的墙壁也能形成强大的气流 也就是风水上所说的天斩煞 相当于挡住了日本的钢刀 可是自己又制造了一把钢刀砍向了黄浦江 最终的竞选结果大家今天都知道了 上海中心大厦选择的是龙形旋风造型 那么这个造型究竟赢在哪呢 从外观上看 龙形旋风就像是一条盘旋上升的巨龙 寓意着经济和国力的燃燃上升 而龙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图腾 古代天子以真龙自居 我们也常常自称为是龙的传人 最重要的是 这样的外观打造出来了一种人造龙卷风的气场 没有擎天剑和狼牙固那么强的攻击性 将日本钢刀的煞气直接带入云霄 较为柔和的化解了这场风水局 上海中心大厦的开发商 是上海中心大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这家公司成立于2007年12月5日 注册资金高达86亿元 可以说就是为了建造上海中心大厦 所成立的一家开发公司 像这样的大项目 注册资本可想而知 清一色的全部都是国有资本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 世界经济进入寒冬恐慌的同时 11月28日 上海中心大厦强势打装开工 要知道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是在2008年8月29日竣工营业的 上海中心大厦选择在这个时候开工 仿佛就是在宣告 属于环球金融中心第一高楼的时代 即将结束 另一个时代马上就要开启 在这场风水局中 还有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那就是上海金帽大厦 陆家嘴的三座摩天大楼 金帽大厦420米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492米 上海中心大厦632米 这三栋大楼也有着注射器 开瓶器 打弹机 三大神器的称号 上海金帽大厦于1999年建成 按说这场21世纪的风水大战 跟它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只可惜向来心是看客心 奈何人是局中人 和上海中心大厦一样 金帽大厦的开发商 也是专门为这个项目组建的 名为中国金帽集团有限公司 而大厦的设计方 是美国SOM建筑设计事务所 没错 就是那个为中心大厦设计 狼牙棍造型的公司 可别小看这家公司 当今世界第一高楼迪拜阿利法塔 和当年的北美第一高楼威利斯大厦 都是出自于这家公司之首 SOM设计公司为金帽大厦设计的是宝塔造型 塔是中国古典的高层建筑 一般在河边或者水边都会有一座宝塔 寓意是宝塔正合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上代表着吉祥和顺利 在黄浦江江边上 屹立着这样一座宝塔型的摩天大楼 意味着大楼即将时时刻刻的镇守着黄浦江 保卫整个上海地区的蓬勃发展 可以说当年SOM设计公司 抛出这样一张设计图纸的时候 就已经宣告了竞标的结束 最终SOM设计公司几乎是以全票通过 虽然说金帽大厦的外形设计灵感 来自于中国的宝塔 但是远远看过去 金帽大厦的外形更像是一把简 没错就是唐高宗赐给敌人节 用来捍卫大唐江山的抗龙简 简不像刀剑那帮锋利 出手不至于置对方于死地 最重要的是打断兵器 从而制服敌人 传统民俗文化中的门神 玉驰公手中所持的法器 正是水魔钢鞭 也就是抗龙简 有了玉驰公 门神秦琼怎能缺席 我们看这张年画图 上海金帽大厦和上海中心大厦 刚好对应着门神玉驰公和秦琼手中的法器 就像是两尊门神一左一右 正守在环球金融中心两侧 我看你小子还敢造次 至此陆家嘴三栋摩天大楼的平衡格局最终形成 这三栋摩天大楼 不仅仅是上海滩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更代表着改革开放以来 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缩影 经贸大厦代表了 二十世纪中国本土经济的迅速崛起 环球金融中心代表了 外国资本迅速涌入中国的时期 而中心大厦则代表了 中国经济 是要与世界经济齐头并进的趋势 最终还是那句话 一命二运三风水 风水养人 人更养风水 细想一下 上海中心大厦选择在世界经济一片萧条的2008年年底开工 可能也是想要通过这个项目 树立大家对上海经济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毕竟有句老话时 经济困难时期 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加重要 那今天就要是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是小吴 欢迎回到东头帮 上期节目跟大家聊了紫禁城的风水 这期节目来跟大家聊聊 发生在中国南北两地 非常著名的两起跟风水有关的都市传说 多年以来 很多专家都尝试从科学的角度 对这两起事件进行解释 但是这些解释依然无法服众 都说了是都市传说 那么就存在一些真真假假真假难辨的部分 还请大家谨慎看待 那我们就先从南边 也就是发生在上海的这起事件开始说起 居住在上海或者是去过上海的朋友们 可能都注意到了 在上海延安路高架和南北高架的交叉处 有一根与众不同的水泥柱 这根水泥柱特别的粗壮 周身包裹着银色的不锈钢套 在不锈钢套的外围 还有九条金灿灿的铜质的龙纹 每每有司机经过这里 这根高架桥的主力柱就显得特别的耀眼 同时也让大家不禁有了一个疑问 全国高架桥的主力柱有这么多 为什么偏偏就这根柱子要独注一袖 有特殊待遇呢 事实上 这根柱子上不锈钢的套子和金灿灿的龙纹 不仅仅是装饰背后还有一个流传了20多年的神秘故事 上个世纪90年代 上海的基础设施建设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为了彻底改变市区交通拥堵的问题 进内环线建成并通车之后 贯穿于市区的成都高架 也就是南北高架和延安路高架先后上马 形成了贯穿上海市东西南北中的深字型大格局 可没想到工程进行到关键的高架桥交汇点时 作为深字中心主力柱的基础地桩 怎么就打不进去 这根主力柱要支撑起四层的路面 加上地面的道路会形成一个五层的立交结构 可以说是高架桥的中心点和顶梁柱 柱子在南北高架工程中的编号是PM109号堆 按照设计要求 这根主力柱直径5米 在地下需要打36根钢管柱 基桩就要打到地下60多米深处 可是施工队一连折腾了好久 这桩子就怎么都打不进去 有的桩能打到地下10多米处 最深也只能打到41米处 没有一根桩子是符合要求的 这时候施工队就想了 会不会说在地下有什么坚硬的岩层 所以桩子才打不进去呢 可是上海属于长江三角洲冲击平原 地势是由河流带来的大量冲击物堆积和泥沙构成的 并无十分复杂的地层 按理说地下应该不存在极度坚硬的岩屎 参与工程的上海市政设计院 城建设计院 隧道工程等公司的技术人员齐聚一堂 研究了半天依然没有解决这个难题 这个时候施工队就提出说 要不然修改一下设计改道吧 可是这根主力柱位于整个工程的中心位置 牵一发动全身 如果它的位置改变了 那么其他很多地方的位置都要跟着改变 这就是动辄上亿的追加款项了 上海市政设计局就立马驳回了改道的请求 工程顿时陷入僵局 一线的施工人员寝食难安 就在这个节骨呀 有一种说法 莫名其妙地开始在施工队的内部流传开来 说这桩子打不进去 打下去的桩子又莫名其妙地出来 会不会是这地底下有东西 当然这东西指的肯定不是岩石 天涯论坛上曾经有一篇火爆全网的文章 文中一名自称是当年施工队队员的人说 工程停滞后没几天 上头就把施工地给封了 谁也不能进去 三天之后现场才解的封 解封的当天早上 这名施工队员进去 看到现场摆了很多祭司用的什么猪头 都用红纸盖着 说来也奇怪 从那以后 桩子很容易的就打了进去 那么这工地被封的三天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据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 当局领导请来了上海玉佛寺的方丈真禅法师 来看看工地是否真的存在什么风水上的问题 虽然说建国之后就不提上什么风水玄学了 但是纵观上海近代史 很多知名的建筑在建造初期 都留下了跟风水有关的传说和故事 况且我们上纪也提到 华夏大帝历朝历代 小到乡村庙宇 大到都城皇宫 无一不是敬畏天地 遵循自然法则 因地制宜而建造的 传说那是1995年9月的一天 真禅法师带领着弟子来工地一看 就说这个地方庄子打不进去 正是因为它是上海龙脉的所在之地 在这里打庄 无一余在太岁头上东土 我们之前也说过 中华龙脉分为北龙中龙南龙三条干龙 南龙龙脉沿长江 通过云南湖南江西广东福建浙江江苏 等南部地区入海而停止 上海就是位于这条南龙龙脉的龙头土气之地 在中国的山脉水系中 山脉为山龙江河为水龙 山龙主贵贱 水龙主贫富 北京就位于了山龙巨首之地 因此也显现出来了官贵之气 而上海则位于长江水龙土气之地 所以就呈现出来了财富之气 按照真禅法师的说法 打庄的位置正是龙脉杰林之处 要非在这个地方打庄的话就得做法 请神明让出一条路来 但与此同时逆天改命他也有可能遭到反噬 不过不管怎么样 真禅法师还是做了这样一场法事 希望工程能够顺利进行 而就在法事结束之后的第二天 怪事就发生了 传说玉佛寺山门的大梁突然掉了下来 当时真禅法师的弟子就隐隐觉得 可能有大事要发生了 之后1995年9月到11月底的这段期间 真禅法师就像平常一样 依旧事务繁忙 主持法会 接待宾客等等 但是就在1995年12月1日 原本身体健康的真禅法师 毫无征兆的缘迹了 此后就有很多人将真禅法师的逝世 与上海高架球施工当时做法联系在一起 真禅法师缘迹之后 当局也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 说他爱国爱教 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真禅法师出生于1916年 俗家姓王 名贺树 是家里最小的儿子 上面还有两个哥哥 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 真禅法师生前曾经多次应邀到海外弘扬佛法 不可否认 他在佛学上确实有着很深的造诣 也乐善好施 为文化交流和慈善事业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们回到上海高架桥的这根九龙柱 后来高架桥的主力柱建成之后 其周身还被特别装饰上了龙文 越来越多的人流传说 这龙柱就是为了弥补当年被打桩打掉的龙器 就这样 这个都市传说 一传十十传百 在上海是闹得人尽皆知 这个时候官方坐不住了 赶紧出来辟谣了 冲在辟谣小队最前方的有两个人 一个是当年施工队的队长张耿耿 另外一个就是龙文的设计师赵志龙 张耿耿当时是上海市第一市政工程公司 一二施工队的队长 曾经参加过南浦大桥 吴松大桥 真北路立交桥的建设 有造桥大王 全国劳模之城 他说桩子最终打进去 靠的全都是现代化的建设技术 绝非什么风水玄学 说当时打桩遇到了巨大难题之后 他带着施工队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 第一是换成了八吨重的重锤打桩 第二是打桩的同时 不间断的灌水起到润滑的作用 第三是连续18个小时锤打 保证桩柱深入地下 改变了施工泡案之后 几个月都打不进去的桩子 他们仅用了一个月零五天 就将36根桩柱 全部都给打到了地下60多米的深处 我对建筑学是一窍不通 至于张耿耿队长所说的这三点 是不是真的非常有技术含量 我也没有办法评断 如果懂建筑的小伙伴们 可以留言讨论一下 我们再来看看龙文的设计师赵志龙的说法 赵志龙曾经任上海油画雕塑院副院长 是非常有名的雕塑家 他说中心柱上的龙文雕塑 完全是他的创意 绝非是民间流传的什么震风水 他说这个柱子太过于粗大 一是在开阔的路口不太美观 另一个会给行车的司机 产生一个视觉上的障碍 影响行车安全 这一点我觉得就有一点牵强了 我想不到这根柱子 怎么会产生视觉障碍 难道说闻上龙文就没有视觉障碍了吗 闻论文之前 司机们就看不到这根这么粗的柱子吗 全国高架桥的柱子成千上万 怎么就这根柱子有特殊待遇呢 不过不管怎么样 赵志龙就说突然有一天 他就来了灵感了 觉得这个高架桥就像是上海的一条龙 日夜不停的在运转 于是就想到了龙腾万里 日月腾灰的这个创意 那么官方的这个说法 有多少打官腔的成分 真禅大师的原济 是不是真的因为化解了高架桥的这个风水局呢 我们先来看看延安路高架桥的施工时间 延安高架路可以分为西段中段东段三个部分 西段起始于虹桥国际机场迎宾一路 一直延伸到延安西路立交桥 是最先施工的部分 于1995年10月份开建 1996年11月份建成 东段起始于南北高架路延安中路立交桥 也就是我们所讨论的九龙中心柱的所在位置 一直延伸到外滩中山一路 于1996年10月开建 1997年9月建成 最后是中段 起始于延安西路立交桥 东至南北高架路延安中路立交桥 于1998年6月开建 1999年9月建成通车 从施工的时间和路段可以看出 九龙中心柱位于东段和中段的节点之上 延安高架路这一段最早的施工时间 是1996年10月 那个时候真禅大师已经原济了 我并没有在网上查到 九龙中心柱具体的打桩时间 但如果中心柱的施工 是和延安高架路的施工时间相吻合的话 那么这个都市传说 基本上就垂实了 就是在胡说八道 除非当时施工队 是去阴曹地府请的真禅法师来做法 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九龙中心柱还撑起了另外一条高架路 那就是成都路高架 也就是南北高架 南北高架的南段于1995年12月10日通车 根据施工队长张格宗所说 南北高架项目从1993年下半年就开始动工建设了 更大的一种可能性是 九龙中心柱是在南北高架施工的同时建造的 那么打桩的时间就一定是在1995年12月份之前 这就和真禅法师做法的都市传说 以及原济的时间点对上了 如果这个推测是真的的话 那么这事就值得细品了 至今为止上海高架桥九龙柱的都市传说 仍然是极富争议的 信的人深信不疑 不信的人嗤之以鼻 如果大家觉得这事很扯的话 那么发生在北京的另外一件事 可能会让你觉得更扯 这要从北京的最大钉子户 北鼎娘娘庙开始说起了 北鼎娘娘庙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水立方和鸟巢的旁边 在北京中轴县北端的延长线上 是北京历史上著名的五鼎八庙之一 北鼎娘娘庙起初就是个土地庙 后来明朝时期 明世宗的母亲在此许愿 诞下了世宗皇帝 还愿时修建了这座娘娘庙 也就是说娘娘庙自明朝时期就存在了 至今为止一直香火不断 清朝乾隆年间娘娘庙曾经被重修过一次 即使是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 娘娘庙也没有遭到过非常严重的破坏 但是地震之后娘娘庙的后殿就被修建成北鼎小学了 只保留了山门和前殿 殿内供奉的主神是北鼎娘娘 又称臂霞元君 是道教的一位神奇 其道场在五月之首的东月泰山 传说臂霞元君庇佑众生 临应九州照查人间善恶 在老北京人的眼中 北鼎娘娘庙的重要性和神秘性 可以说绝不逊色于旁边的水立方和鸟巢 1986年北鼎娘娘庙作为古建筑 由北京文物局接管 后来北京深奥成功 规划中的几个重要奥运设施和场馆 都在北京中轴县一带 水立方本来是要建在鸟巢西侧的平行位置的 也就是说规划中 北鼎娘娘庙是必须拆除的 可是后来所发生的一件事 让当局不得不改变了原本奥运设施的建筑规划 2004年8月27日下午3点 施工团队带着工具 开始对北鼎娘娘庙进行强拆 如果他们当时带的是祭祀用的香烛 去庙里先跟娘娘打声招呼 不知道事情后来会不会变得如此糟糕 就当施工队用挖掘机 刚刚强拆下来庙门的时候 平地突然刮起了一阵阴风 顿时乌云遮日昏天暗地 施工现场的铁皮像纸片一样 被狂风卷到了高空中 几十米高的不锈钢旗杆被拦腰斩断 一栋施工办公楼被封刮的是整体倾倒 另一栋办公楼的屋顶整个就被卷走了 这场突发的训愿风 足足维持了有20多分钟 当时有44位工人受伤 两位受到了重伤 有一位受伤的工人回忆说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房顶就突然之间被卷起来了 然后房顶就扑天盖地地落下来了 自己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压在了底下 可以说瞬间整个施工现场就被移为了平地 可蹊跷的是 在施工现场旁边的北顶娘娘庙 却没有一砖一瓦的损失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网上 找到当时那场旋风的一些视频资料 被这么一闹当天的工程也叫停了 很多工人就开始在心里犯嘀咕说 不会咱是真的冒犯了神灵遭了报应了吧 就在第二天 从娘娘庙北边水立方的施工现场 传来了另外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消息 说在那里挖到了一个巨大的蛇洞 里面全是蛇 那天晚上鸟巢和水立方的工地 也发生了不明原因的停电 上级部门就觉得娘娘庙可能是不能再动了 于是只好把水立方从原本规划的位置上 向北移动了百余米 在这场拆迁大战中北顶娘娘庙完胜 当然了在这个都市传说中 施工现场突如其来的旋风 以及水立方建筑位置的更改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那个所谓的蛇洞 就可能有一些乙鹅传鹅的成分了 事后当局和专家们肯定要尝试 从科学的角度对这场旋风进行一些解释 科学家们说这是由墙对流天气造成的土龙卷 学名陈卷风 一般出现在陆地多建于草地沙漠等地方 破坏力不如龙卷风那么大 范围也通常比较小 可是之前在北京出现陈卷风的案例非常少见 专家们最终也没说明白 为什么那天就突然出现了陈卷风 在水立方的悬址北夷之后 当局也重新修建了北顶娘娘庙 于是才有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一群现代建筑之中 屹立着一座古色古香的庙宇 似乎也在诉说着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尊重 随着北顶娘娘庙事件的广为流传 此庙的香火在奥运之后也是越来越旺 甚至有很多外国人专门前来一探酒井 北顶娘娘庙也成为了奥运之后 北京接待外国游客最多的庙宇之一 在风水学上有一句老话 是风水养人亦可伤人 中国古人认为 我们人类是宇宙的一个小分子 我们的气息是与宇宙相连通的 所以不管是为活人建宅 还是为死人修墓 都要踏遍青山 寻找最佳的地理位置 才能保证生气永存 福音子孙 与西方的建筑观念不同 中国风水不仅仅要考虑建筑选址 是否在交通枢纽 更是综合了古人对人生 社会 自然 宇宙的感悟和认知 天地感应 才会让小的家庭 大到城市 充满生机 这就是古人所遵循的 行而上的道的建筑模式 好了今天就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